Hello 大家好 我是Liam 今次這條影片是做什麼的呢 就是做這個開箱文 不專業的開箱文 那今次要開箱的產品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畫面上 這裡已經寫著 Aluminium Unibody Monitorizer 是一個將你的電腦螢幕升高的產品 可以把滑鼠和鍵盤放在下面 省下你的位置 省下你的桌子的位置 那開箱要有什麼呢 就是要搜一對 還有一把剪刀 那因為我現在這條影片是用手機拍 所以只可以單手 好 繼續 那為什麼會看到我帶了手襪呢 其實就 主要都是假裝專業 看到大家的開箱文都是戴著手套的 還有 除了不會自己的手指毛印到之外 主要是這些金屬的產品 最好就不要被手巷碰到 尤其是多巷的人更加不好 雖然我不是 不過我也戴手套的 那多巷碰到這些金屬製產品 就比較容易氧化一點 單手真的很難開箱 下次應該找個鏡頭 那這裡就開了先啦 一陣到實際安裝的時候 我就試試用電腦前面的鏡頭 現在是這個大廳的 那呢 應該怎麼開呢 對啦 在另外一邊開出來 算啦 暴力扯爛它 這個膠 這個膠 還是有點難度 那要是我放下鏡頭 繼續吧 好 回來就看到 一塊本體 要是就 我蓋上盒子再拍 一塊本體 回來就看到 這個 鋁製的膠 其實都 挺有份量的 它好像是6mm 或7mm厚的 那整個呢 都是 一體成型的 一塊過 沒有任何剪接的 那邊的位置 全部都是 就是這些位置 是用屈曲機 一下屈曲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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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連接的 那反轉它來看一下 那 說一說 後面呢 它這裏就有這些位置 就 給這個 螢幕的線材 走線的 那反轉它 那 那這些位置呢 就有 一個防滑膠 就 防止這個東西 在桌面會移動到的 不過其實它都有一定的重量 大家可以聽到 那 那 沒有記錯 它是其中一邊 有這個牌子的 那 這個叫 Silver Stone 中文叫 銀欣 它原本是 一個主要生產 電腦機箱 和 火牛的公司 但是呢 就後期越來越多 衣服 就連這個 螢幕也有的 由於這個時間的關係 和單手 裝不到 那我就 沒有錄影 就自己裝了先的 現在已經來到我房間了 那 來看一下螢幕後面先 其實呢 這個螢幕 螢幕 我就不是給我的螢幕用的 因為呢 我的螢幕原本已經是掛牆的 那螢幕 這個螢幕有什麼用呢 就是 我桌子原本是這樣的 這裡是一個鍵盤 前面就放了這個是 這個 Nexus 5 我手機用的無線充電器 那 前面原本就只是放這個 充電器 沒有什麼可以放其他東西 但是有這個螢幕後 可以怎樣呢 就是可以 整個鍵盤 推了進去 推了進去之後呢 那 那這張桌子呢 就很多位可以做其他東西了 那 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個review 做到這裡完了 其實只是開箱而已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就記得like和share出去 還有記住就要訂閱我啦 拜拜 拜拜 拜拜